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的汇市和股市都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正在进一步的出现反弹 保持在支撑线1.0810之上 欧元进一步的出现走强 未来有可能看到比价上升到1.1730甚至1.2050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则是在支撑线1.5170之上有一定程度的盘整 当然了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可能会上升到1.5935之后挺进下一个目标1.6190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跌破了一个三角区的下限 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萌受抛压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115.50 也有可能看到比价进一步滑落到113.40 亏中金属的交易在近期还是萌受压力的 那黄金的价格还在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那未来有可能会保持这样一种下滑的轨道 首先滑落到美杨斯1073美元之后下落到下一个目标 美杨斯1040美元 而白银的价格的走势也是同样呈现熊市的状况 保持在压力线美杨斯15.67美元之上 相对强弱指标RSI的曲线也是在50%以下的 我们的下两个目标将是 美杨斯13.65美元和美杨斯1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继续锁定 由瑞德而言期权为您带来最新的市场报道